ok 好 那接下来我们看到放大器的频率响应这部分 那我们要看一个放大器的频率响应 那量测的架构大概是像上面图这里所示的 比如你在输入端给一个 输入的一个悬波电压 vi sin omega t 然后你在输出端你会得到一个电压 那这一定也要写成vo sin omega t 加上vi 那在这边 你可以看到啊就是我的输入跟输出 除了他的振幅的大小 怎样 会不一样啊 然后在这边我们讲vo除以vi是等于多少 然后你的vo除以vi 这是等于 就是你放大器的争议嘛 对不对 A 那现在这个争议其实他会是随着频率改变的 把它写成a omega 比如在不同的频率下 你去量测他的争议值 会不一样 那一般你这样量测的话 你就可以得到这个放大器他的频率响应 也会关于争议部分的频率响应 那一般我们在看他的频率响应除了争议之外 另外一个我们会看的就是他的相位差 有我的输入跟输出的相位差 那这个相位差一样会是怎样 跟频率有关 那导致相位差 他主要的原因会是你这个放大器 他可能会有内部的电容还是一些外部的电容 那外部的电容有些会是包含你特意加进去的电容 有时候你要做一些bypass 还是阻隔DC电压 那你会加上一些偶核还是旁路电容 那另外电晶体元件 他也会有一些寄生电容 那这些电容的效应会导致于你的输入跟输出 可能会有一个相位角 而且这个相位角还会随着频率的变化和改变 所以一般一个放大器 他的transfer function 就是转移函数还是transmission 可以把它写成这样 Tω是等于VO比上VI 那VO在这里就是指这个部分 Va VO sin omega t加5 那VI的部分就是VI sin omega t 所以在这里 除了他正辅的比值之外 在这边还有一个E of j5 那E of j5就是你的输出跟输入之间的相位角的差 那你的争议的部分就是指前面增幅的部分 所以你争议的部分就是VO比上VI这部分 那如果用这样的符号表示的时候 在这里VO跟VI 应该是怎样 同向的 以后他的正辅号应该是一样 那相对的 其他的部分就用相位差这个来表示 对这个有没有什么问题 好那在如果是在频率里面 那你电路的impedence就是它的主抗 是用这样的形式来表示 用R的话就是电阻 还是R 那C呢 就是电阻的部分 它的主抗是 1除以J omega c 那电阻的感抗是因为怎样 就是J omega l 为什么会 一个是除以J omega c 那一个是J omega l 知道了 知道了 为什么会这样写 为什么会这样写 要采赢 为什么电阻的主抗是这样 知道了 它是 它是 S c分之一 S c分之一是在S domain 所以它就是J omega c分之一 那在这里 我们知道你电阻的电压跟 电压跟什么有关 然后电阻的电压V是等于什么 随便送 uw尺 就是电阻两端的电压 是跟他储存的电荷有关吗 对不对 那跟他的电容值有关 是不是 所以电容的电压是等于 他的电荷量 除以电容 对不对 那电荷呢 是什么的积分 电荷是电流的积分嘛 对不对 所以你可以写成怎样 I的T 对不对 那我们讲我们现在进来的讯号 你如果假设是一个悬波 那一个悬波你可以把它写成怎样 I sine Omega t 还是如果用指数方面 有时候我们也会把它写成 它是I Explential J Omega t 所以你把这一项把它带进来 那你可以得到 v 会是 i 再除以 J Omega c 因为 I Explential J Omega t 你去积分 就除以 J Omega t 那指数的部分招写 对不对 所以 这样的话你才会得到什么 你的电压会是I再除以J Omega c 所以它的impedence 会是J Omega c 分之一 D 那相对的L那部分也是一样 电感的部分 那你 电感的电压会是怎样 L Di Dt V V 会是等于L Di Dt 然后一样 I 你用 I Explential J Omega t 带进去 那维分就怎样 JOmega 到前面 所以它出来的话会是J Omega 那这主要都是因为由于他们的电流电压关系 所得到的 所以考虑频率的时候就是针对你里面的元件 那你就是看有电容的就用这个带 有电感的用这个带 那相对的你就可以得到你的 Vo 比上Vi 所以Omega变化的情绪 那如果是S domain 就是JOmega这部分变成S 所以R 还是R 那C就是 S1分之1 然后L是SL 好 那首先我们看一个最简单的一个单时间常数的网路 那单时间常数网路通常就是你一个电阻 那加上一个怎样 主抗元件 也有你是电容还是电感都可以 那相对的 你 加上一个电容还是电感 那它的时间常数就是怎样 L除以R 还是CR 那在这里 因为电容比较常看到了 所以 在这边我们都是用电容的例子来看 那下面我们会介绍 LowPath Network 跟HighPath Network 好 那这是一个LowPath的一个RC Network 那如果在Frequency domain的时候 那 这个电路的Transfer Function 我们知道R还是R 那电容就是多少 JOmegaC分之1 所以相对的 现在我的VI跟VO的关系是 会是 你的输入电压在R跟C分压出来得到VO 所以VO会是 R加JOmegaC分之JOmegaC 再乘以Vi 再除以Vi R加JOmegaC分之1 了 乘以JOmegaC分之1 再乘以Vi 所以在这里 我把JOmegaC 这个把它乘进来 那就得到VO会是V Vi再除以E加JOmegaC 所以我们的正义 AV 是VO除以Vi 那就是等于E除以E加JOmegaC 那有时候我们也会把它写成这样的一个形式 就是 1除以E加JF除以F0 还是 1除以E加JOmegaC除以OmegaC 这两种形式我们都会用 那由这边的话我们可以看到 OmegaC 本身OmegaC等于2πF 那OmegaC 0就是2πF0 那这边的F0就是2πRc分之1 所以在这里的话你可以看到 它的放大倍率就会跟Omega有关 因为Omega才分母的地方嘛 所以你看当Omega如果很小的时候 那很小在这边主要其实是跟什么比 跟Rc分之1来比 如果Omega很小 那Omega很小 后面这一项你大概可以忽略掉 那后面这一项忽略掉 你可以得到你的正义大概就等于多少 1 然后你的输入跟输出是一样 输出跟输出是一样 那相对的如果Omega远大于1的时候 那你可以看到怎样 这一项你就可以忽略掉 所以这时候你的正义 就会随着频率的增加 而怎样 下降 对不对 频率越大 分母越大 那分母越大 那你整个数值就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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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当 F很 F很小的时候 就越小于F0的时候 那你的正义会是多少 1 那正义1 我们用db来表示的时候 那是 20logAV 那20logAV AV等于1 所以 20logAV 是等于 0 所以 当频率很低的时候 那你得到的是 0db 那如果频率很高呢 就是这个部分 频率很高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讲 你把1就忽略掉 1这个可以忽略掉 那1忽略掉之后 你现在剩下的就是什么 JF除以F0 还是你就把F0放到上面 就是这样 下面是F 那你这去取 20log 比如这一项你取20log 就一样算它的绝对值之后 取20log 那我们会得到什么 20log F0 这是分值的部分 那分母的部分是减掉 20log F 所以在这边你看 F如果每增加10倍频 就频率增加10倍 那怎样 这个log值就会怎样 差20db 差20db 然后在这边这个斜率会是 -20db per decade 就每10倍频它会下降20db 那另外一个我们来看在F0的时候 它会是多少 就当我频率刚好等于F0的时候 那频率等于F0的时候 你现在是多少 刚好是1除以1加J 还是1加J分之1 那这你把它取20log之后 你可以得到它刚好是3db 所以这个频率 所以这个频率有时候我们称作corner frequency 就是它的转角频率 还是3db频率 那一般我们定义频宽 会是用这个频率来定义 然后 当我的争计 跟原来的 就是 低频的时候 差3db的时候 那这个 频率就是它的3db频率 还是它的转角频率 那另外 那另外rc这个 量我们称作时间常数 好 好那这里的话 我们看到hypass network 那hypass network 跟刚才的差异值是怎样 就本来一开始先r再c嘛 那现在你把rc两个对调 以后先电容再电阻 那这时候一样你的输出电压 现在就是变成怎样 r的压降 所以它会是r加Jωc分之1除以r 再乘以vi 所以 这样出来它会是vi i除以1加上1除以jωc i除以1加上1除以jωc c分之1 所以现在 你的正义是变成这样 1除以1减掉jf0再除以f 所以现在分母的地方 这个f是在分母的分母里面 分母这个式子里面的分母 好 所以在这里 当f增加的时候 它的增益是变大还是变小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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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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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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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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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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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的数值的话就是越大 所以这样的话 你画它的争议随频率的获得图的时候 你可以得到这个图形 那样当你频率很大的时候 后面这一项就可以忽略掉 那后面这一项忽略掉的时候 你的争议就等于1 那一用dB来表示它就是0dB 那随着频率下降 当它下降到F0的时候 当频率等于F0的时候 就是F比上F0等于1 那这时候它是多少 变成1减掉1 那一样你去算20log 1减J你要把它有理化 所以1减J它的大小是多少 取决对值之后1减J是多少 将至存 1减J是多少 更好2 对不对 所以这里的话就是20log 更好1分之1 那这算出来会是等于3dB 也会一样它会是 算出来是-3dB 算 就是你可以看到它会比原来的 就是0dB下降 就是0dB下降 3dB下来 那这一点一样我们称作它的 转角频率还是3dB频率点 只是这个是发生在低频端 那刚才讲的是在高频端 那刚才讲的是在高频端 那你可以看到它的F0一样会是多少 2πrc分之1 也会跟它的时间长数导数有关 那在这里讲一下Octave跟Decade 那这是在我们在讲频率响应的时候 比较常用到的两个单位 那Octave的话是8度还是2倍 那你如果是频率相差2倍 它就差一个Octave 比如F2是2倍的F1 所以F2是1Octave above F1 就是比F1 是F1的2倍 那如果是F2等于10倍的F1呢 那它就是差一个Decade 差一个10倍频 那Num of Octave 就是用算2倍频 几个2倍频 所以在这里这两个频率除起来之后 是用怎样 用2为底去取指数 那你如果用10 log的话 相对的前面你要称一个3.32 这个倍率 相对的Num of Decade 就直接用10对数去取就可以了 那比如像下面这个例子 就是你如果是2GB 那2GB就是1GB的一个Octave 那100MB是10MB的一个Decade 好 那这个再定义一下 刚才讲的那个3dB频率点 还是3dB的转角频率 那3dB在这里它的振幅大小就是 它如果差3dB 那它的振幅会是怎样 增益比就是1再除以更耗2 那像刚才的 low path filter 还是high path filter 那你可以看到 当它频率在F0的时候 那一个是1加J分之1 那一个是1-J分之1 所以基本上它都是跟原来差的多少 更耗2分之1 那更耗2分之1你去算 20log更耗2分之1算出来就是-3dB 就是比平常的值要下降3dB那一点 那这里顺便讲一下波德图的画法 由波德图实际上的图会是红色的这个线 就在这边的话 即使它会跟0dB差3dB了 不过我们在画近视波德图的时候 大概就是用直线来去怎样取代就可以了 就是这样的画法就是在转角频率这边的话 还是怎样0dB 那再过来这里就是20dB per decade的一个速率下降 好那这是说明一下增益水平率变化的情形了啊 那假设一个放大器它有一个本质的增益 那这个在低频的特性的话会是这样的一个转移函数 那这个转移函数即使就是像什么 所以当你频率变低的时候 它会变大还变小 这里讲的低频特性即使就是一个hyper的一个状态 有在低频这部分的特性 那主要就是看怎样 我在低频以上它是正常的值 那随着频率下降它的值会越来越小 所以它的特性曲线一定可以用这样的一个形式来表示 有1加JF除以FLO还是LO0 然后分之JF除以FL0 那FL就是你低频的这个3dB频率点 那它高频的特性会是1加JF除以Fhi 再除以分之1 那这是高频的3dB频率 对应到这部分 所以这个式子其实就是描述这样 这个部分 这就是中频以下 那这个式子呢 它是描述中频以上的部分 就是当你频率很低的时候 那它的争议是为1 那频率很高的时候 随着频率的增加 你的争议会慢慢下降 那一个放大器它的overall gain 一般来讲它可能会包含了这两个部分 比如你的中频争议 然后再乘以下 这是描述低频这部分的一个曲线 然后这边是描述高频部分的曲线 所以这样的话 这个放大器它就是一个中频的放大器 比如在低频的时候你可以看到 因为这个式子所以它的增益会下降 那在高频的时候 因为这个式子 它的增益也会下降 那只有在频率在介于lo到high 这两个之间 那它的增益会是一个稳定的 所以一般我们可以用的频率就是这样 在lo到high之间的这个频率 你放了一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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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如果以刚才讲的lo private circuit这部分来看 那你的增益 是1加J ΩR story 所以可以把它写成 1除以1加JF司機 那这个你一样你去算DB的时候 就变成-20 LOG 根号1加上F除以F0过号的平方 那如果在非常高频率的情形下 比如你如果是一个单时间常数 那这时候你只有一个Cone of Frequency 那频率很高的时候 你可以把这E忽略掉 那E忽略掉之后 你的增益就会变成多少 -20log F除以F0 所以这样的话在高频的地方 它会有一个-20dB per decade 这样的一个斜率 比如你的F每增加10倍频 那它就下降多少 20dB 那20dB其实也是增益的多少 10分之1 那这个放大器的频宽就会由刚才讲的低频的这个特性的部分 跟高频的这个特性 来描述 那在这里它的频宽就是Omega 2减掉Omega 1 还是Omega High减掉Omega Low 那通常来讲这个有时候在我们用的放大器可能会相对于Omega 2会小很多了 那如果Omega 2远大于Omega 1的时候 这个其实也是蛮接近于就是等于多少 Omega 2 Omega 2 就Omega那部分可以把它忽略掉 比如像这个通常假设这里是10M好了 那这个Omega 1假设是100 所以你的频宽就是10M 所以你的频宽就是10M 减掉100 所以这个大概就是10M 还是你如果是1000的话其实也是差不多 好那这部分是加了相位小的部分 然后政府的这个部分我们刚才有讲过了 就是当K如果是1的时候 那你的波德图画出来会是像这样子 好那如果我们看到相位小呢 那看相位小的话我们看 当以这个transfer function来看的时候 你如果是Omega很小的时候 那你的相位小会是多少 Omega很小嘛 那J这一项就忽略掉嘛 对不对 所以transfer function其实就是一个怎样 K A就是一个正数 所以这时候它的相位小就等于0度 那反过来如果是Omega很大的时候呢 Omega如果非常大的时候 那Omega非常大假设这一项比1大很多 那可以把1忽略掉 好那这时候相位小会是多少 Omega很大 Omega很大 Omega很大的时候 现在相位小是多少 好那我们再看一个 那我们现在看一个低通的网路嘛 那低通的网路它的transfer function 可以用这个式子来表示 是K再除以1加上 Omega除以Omega 那刚才我们有讲过政府的时候 就是波德图的部分 那现在讲到相位 那当Omega远大于Omega0的时候 这一项如果远大于1的时候 那现在的相位小会是多少 90 是不是 那在这里 这个会是1分之1 那1分之1现在是-J 所以它的相位小会是-90度 OK 你用负数平面来看嘛 这是时速轴 这是虚数轴 那现在它是指到这边来 -J的方向 所以它跟时速轴其实是差-90度 所以我们画相位波德图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在频率很低的时候 它是0度 频率很低的时候是0度 那频率很高的时候它是-90度 那中间的部分呢 我们来看它在Omega0的时候会是几度 当Omega0的时候 那这时候你的四值就变成多少 1加J分之1K 那这时候 会是几度 一样你要把它有理化嘛 就是乘以1-J 所以分子的地方其实是1-J 那1-J的话是在相位角里面的1跟-J嘛 所以是-45度 所以你可以看到你如果要画波德图的时候 画相位这部分 那你很低频的时候是0度 很高频的时候是-90度 那在中间这里是多少 转角频率那里是等于-45度 那一样实际上频率 就是你的相位随频率会是 图上面这个蓝色的线 图上面这蓝色的线 那我们在画近视波德图的时候 会用黑色的这个虚线来画 有通常我们会 这个是1嘛 那前面10倍频就是 0.1的部分 跟后面10倍频是10倍 以后假设这是1 那前面从0.1赫尺 后面到10赫尺 那在这里会怎样 从0度 变化到-90度 以后你前后差100倍 会完成整个相位的一个转移 那这是用近视的画法是这样的话 那这样的话你去看这个斜率是多少 每10倍频会下降几度 每10倍频会下降几度 所以每10倍频就是在这个前面0.1倍频的地方到后面10倍频的地方 那在这里它会怎样 由0度变化到-90度 那基本上在画的时候就是你画一个出来了 那其他的怎样 就是把它重叠在一起而已 如果它有很多个极点 还是再加上 害怕的部分 那怎样用相对应的方式去画就可以 好那这是hyper-snatework的部分 那hyper-snatework你可以看到怎样 但是高频的时候通慢 那它的transfer function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就是k除以1-j 括号起来乘以omega0除以omega 所以omega现在是在分母的地方 所以让它如果频率很低的时候 频率很高的时候 这一项忽略掉 所以这时候它的相位就等于低 那频率很低的时候呢 这一项就会dominate 这一项会dominate 那这一项dominate 完了之后你去看它的相位角会是多少 这也是-j 那-j你把游离化之后到分子的地方就变成-j 所以当频率很低的时候它是-90度 那频率很高的时候它是0度 那一样当你的omega等于omega0的时候 那分在这边是多少 1-j分之1 所以你把游离化出来之后到分子的地方就变成-1加上j 所以这个的话 刚好是等于多少 45度 好 那所以化的时候一样就是怎样 在1的地方是45度 那在 无限大的地方是0度 那很小的地方是90度 那转折一样会从0.1到10 所以 灵营化的时候一样会从0.1就90度 那下降下到-10 4 5 10倍平的时候,分于零度 好,对这个有没有什么问题 就等一下要软化、绘画 增率跟相位 相位的话 过一个极点 就是下降20dB per decad 那相位的部分就是经过一个极点 你就是会插,就10度相位插 那这时候你可能要看一下它是 high part 还是low part 就你先把很大跟很小定义出来 那定义出来之后 再把它加起来 好,那这是课本关于 当时间长输的Network 它frequency response的整理 还有 对low part 的部分 那就是你想,就是频率低会通嘛 所以它的形式会是 k除以 1加s除以ω0 这样的一个形式 那刚才我们s 你可以用jω带 我们刚刚讲的都是这样 飞分析总面这部分 那high part 的部分 就会变成1减掉j 乘以ω0 除以ω 挖起来 分支k 那正辅的大小 主要就是你去算这个值嘛 那下位角的部分 如果用算数的方式算就是多少 负的octenum Omega除以ω0 那相对的这边是octenum Omega除以ω0 那 在 Omega等于0的时候 low part 是怎样 k嘛 那high part 相对的是等于0 那如果是在无线 频率无线大的地方 当然这是用理想的 那 那 这时候high part 会是k 那实际上 频率如果无线大即时 还会有其他的一个effect 那 只是在这里我们用 把它简单化 就其他的effect 先不考虑到 那 3dB的频率点都是Omega0 就是 那 tl在这边就是 rc 还是 l除以r的部分 好 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 好 没有 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 好 谢谢 各位 才能不能 我是 人 因为 你